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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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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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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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呢,先说第一个高光 就是这个,这个是Hiden家的1986 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这块高光呢,是我现在每天在用的高光 这一块高光的颜色呢,大家当时也看到了 我可以再给大家试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外面现在没有强烈的阳光 但是光线还是可以的 这块高光呢,我每天上班天天擦 首先呢,它的持久度特别好 戴妆一整天,不管天热呀,冒汗呀,流汗呀 一整天,高光依旧在那里,动动不动一下 我是八点上妆,晚上睡觉之前八九点的时候 你卸妆的时候,它竟然还在那儿 真的是国货,瞧! 接下来呢,说这块高光 这个Bobby Brown的这块高光 这块高光呢,是大名鼎鼎的五花肉高光 它的每一个的颜色,每一块的肉色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们如果买的话,你们是什么样子 反正我买到的是这一块肥瘦相间 还是很好的 你如果想要特别亮,可以往这个白的这一面 如果想要香槟精一点,可以往上面 我们再来做一下整体的试色 这个是那块 在这儿 这个在这里 这一块高光呢 这个Bobby Brown的这块大名鼎鼎的五花肉高光 我个人觉得它还是比较适合开party的 或者是适合夏天 你如果是想要强烈的光泽感 和成为party里最亮的仔 你可以试试它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日常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用量 应该也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这块高光呢 是Laura Masiya家的这块烘焙的高光 应该是烘焙界高光的鼻祖了吧 它的粉呢 特别细腻 特别的 就是面粉是什么样 它就是什么样 而且这块高光呢 大家可以看到 晕开了之后呢 特别日常 这块高光呢 也是我2022年 就是明年 我要用铁皮的目标之一 它呢 唯一有一点不好处呢 它就是比较非粉 但是我呢 不太介意非粉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Laura Masiya家的这块高光呢 上班上学 每天日常 肯定是必备 没毛病 接下来呢 就是这块 大名鼎鼎的 Mac家的生姜高光 这个高光真的是可言可甜 你如果想去开party 请你多吐几层 艳压群芳 如果你想上班 日常上学 就要轻轻的擦一点 很日常 很有光泽感 很有就是那种 烹烹弹的那种 水光机的那种感觉 也是很好的 它的那个粉质呢 也比较细腻 也不会特别显毛孔 它对于我来说 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这个包装 就是塑料感很强 但是 只要这个东西好 就好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什么 不过这块高光 真的是 我目前里 这些所有高光里 最爱的 因为它可甜可咸 你可以日常擦 淡淡的擦 显得很有气色 很有水光机 你也可以多擦几层 哇 闪瞎眼睛 接下来呢 我要吐槽三款 首先第一款 大吐槽 就是这个Coverfax家的 这个液体高光 我竟然还买了一个正装 我真的是花了八指的吧 应该是 买了个正装的 然后大家在试色当中 应该也看到了 这是什么地管 挤 挤不出来 然后吸呢 又吸不上来 我真的是 吐槽这个包装 真的是 这个包装 让我痛不到 就是这个东西的好坏 我都不想去试它 但其实呢 大家刚才在试色中 也看到了 它呢 其实也是可甜可咸 但是 但是新手呢 不推荐 你们这个量 要转过好 你看你如果是 这个涂多了的话吧 就是火眼金睛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要是涂少了的呢 然后都给它推开呢 还是也是可以比较日常的 在这儿 你如果是用多了的话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嗯 好吓人 这个呢 Colorfax这个高光呢 还不算什么 接下来 Pen McGrath Pen McGrath这两个管状的 就是牙膏状的这个高光 简直了 我当时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买了这个 如果你们想用液体高光呢 可以选择很多其他家的 但是选择这种高状的呢 选择这种牙膏状的呢 千万不要买它家的 除非你是 开party能受 天天开party 天天去酒吧 你们就来一块 试色当中 大家也看到了 我挤那么一点 那么一丢丢 竟然闪瞎的眼睛 但是呢 这个里面呢 唯一有一点好处呢 就是它的偏光性比较强 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 它会闪现出 就是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那种亮闪的度 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你像我这种 天天涂高光的人 这个基本上是用不到了 我就比较喜欢那种 就是水光机 那种很日常 不会特显色的那种高光 像这个高光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完 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 干掉 真的是 只需要挤一点点 千万不要挤多了 你会后悔到 这个 就是这个是这个蓝色的这个 它呢就是比较显的 白一点 而且你得快点推开 你看现在它就有点推不开了 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很漂亮 不同颜色出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然后是这个粉管的 粉管的这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 偏玫瑰金一点 也是需要快点推开 这个粉色的这个呢 还算是比较日常 这个蓝色呢强烈推荐 你如果是开party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尤其是你肤色比较白皙一点的 你如果肤色比较深一点 你们可以试试这个粉色的这个 就是偏一点玫瑰金一点的 还是很好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还是这样 还是很漂亮的 我都看上瘾了 其实这个颜色真的是很漂亮 就只是它太不适合日常了 像我这种也不喜欢开party的人 就红年马月的给它用完了 以上呢就是我现在手上 所有的高光闻 我在努力一个一个给它们试用掉 也在被种草当中 所以说将来呢不知道 还会不会买高光 然后将来呢也不知道 会用掉这13块高光当中的几块 总之呢 努力的用 如果你们喜欢这支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加订阅哦 拜拜 拜拜 BYE